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换链工具的更新 这个版本呢,更新到了8.5 呃,33.8 它这是一个完整包 所以如果说你想更新的话 那么就得全部重新下载 这边有个启动文件 我们启动一下 然后这个工具呢 其实跟之前的工具区别不是很大 它主要的更新内容呢,是这边 大家看这边 Face Fusion,对吧 更新到了3.3.0 实际上最新版本的应该是3.3.2 但是我看了一下更新内容呢 其实区别不大啊 只是一些小问题的一些修复 对这个3.3.0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更新的就是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模型 这边呢,新加了三个模型啊 就是这个最后这三个 是新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当我们使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呢 这边,如果说你更化这个脸部的时候啊 更化人脸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勾写这个人脸高清修复的啊 就是说这个模型里面 它自带了一个修复 我试一下效果还行吧 应该是,应该你不细看的话 看不出来太大问题啊 所以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我们先全部清空一下啊 然后这个先选一张人脸图片 这个是大家都会的步骤啊 咱们就不去消息说了 选一个脸,然后呢 选个目标 我们把它换到,换到这个里面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人脸替换 直接点开始 然后呢我们就不去选那个高清修复啊 待会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我感觉这一版的速度比之前的版本要快一些啊 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输出目录 这个是它这个我们处理换脸之后的 大家看这个效果是吧 呃,其实是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处理 它这个并不是太模糊的那种 自带了一个修复 效果还行 假如说是这个没有被修复过的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这个对比 模型来画一下 之前我们常用的也就是这个 我们还是用这个啊 然后再来跑一下 看下结果怎么样啊 假如说大家这边输出目录里面 输出目录里面是空的 那么可能是有中文路径这类的东西啊 所以大家自己处理一下 这个是没有那个经过高清修复的啊 大家看这个脸呢就相对来说要模糊一些 这两张图片对比啊 然后我们来这个对比下效果 那么左边这张呢 是我们用以前的老模型跑的 没有经过高清修复 右边这个呢是用新模型跑的 同样的没有经过高清修复啊 但是这个里面自带了一个修复 可能这么看的话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放大一些看一下 这种情况啊 好大家看是吧 这两个对比一下 那么这边这个呢明显是更模糊一些 除了一个脸部啊 大家明显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边呢要略微的清晰一些 这里就是这个区别啊 这个模型它自带了一个修复啊 可能修复的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要比之前的这个 单纯的人眼情况肯定是要强 到底有没有这个新模型呢 这个大家自己决定 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咱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试吧 好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